3 2 1 台湾百合文化协会在台中市 枫园区举办了一场 百合杯全国歌唱大赛 希望在疫情期间 借由歌声鼓舞人心 现在我们就一起去现场看看吧 国内疫情渐渐好转 为了鼓舞人心提唱歌唱文化 台湾百合文化协会 2021年10月3号礼拜天上午开始 特别在台中市 枫园区的八方国际观光夜市前广场 举办了第一届 百合杯全国歌唱大赛 先以150名喜爱唱歌的民众参赛 百合文化协会理事长张清良表示 希望借着这次的歌唱比赛 让大家更健康快乐 一起努力度过疫情难关 2021年的百合杯全国歌唱大赛 分为长青、壮年、青少年三个组别 会由专业评审选出各主优胜歌手 其中年纪最大的曾经担任海军舰长的杨成明 虽然已经是92岁的老伯伯 但是身体十分健康 平时喜欢唱歌 这次上台演出相当卖力 唱起英文歌曲中气十足 赢得台下观众热烈的掌声 我们已经在大概各歌唱协会 都已经闷了好几个月 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么最近因为疫情比较粗缓 所以我们就台湾百合刚好赶上 台湾的好事这一波 所以今天是3号即将在开封前 我们举办的这个歌唱比赛 因为唱歌几乎是台湾的全民运动 所以歌唱治疗是我硕士的论文 所以我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在采取了歌唱比赛这个 希望大家不管年纪多少 都能够快快乐乐的唱歌 快快乐乐的生活 甚至对唱歌对疫情也有帮助 台湾百合文化协会的理事长张清良 因为是音乐老师 所以一直在推广歌唱文化 张清良说 疫情让大家闷了很久 现在疫情好转了很多 今天举办了这场歌唱比赛 算是重阳节活动 也是庆祝疫情好转的第一炮 将来还会举办各种议文活动 为台湾社会带来更多 更好的活力跟希望 记者陈文旭李金生李佳金台中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K